AI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成为一个底层的一个隐形 用AI的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逻辑来进行现在的处理 通过压力来模拟不同的水深 从1.5米到2米 还可以继续加压 就模拟3米到4米 直到它最后测试出它的底线 在电影场景里面 在雨天打电话 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它是采用的是3D的纳米微晶的功能 这是科技创新和消费者需求 我们送了一句 芯片一般情况下它的温度越高 它的芯片的效率就会降低 现在用了导热系数很强的一种材料 我们就通过AI的技术 再加上这种强大的散热的能力 很好的能够把芯片的性能把握 它的导热的性能非常好 就是降低 对 射频的试验射可以测试手机的信号 就是在模拟人体打电话和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接收信号的质量 可以把5G 4G Wi-Fi 2.4G Wi-Fi和5G Wi-Fi融合在一起 所以始终让你出一个比较好的连接方法 在同样的信号强度下 通讯的速率和声音的质量比你更好 AI已经成为一个底层的一个引擎 用AI的大数据和机体学习的逻辑来进行下来的处理 CAMERA 隐私安全 手机的性能 操作系统的算法 以及我们像这种音频的处理的能力 的方方面面 其实都是用AI来加持 所以未来可能万物解渴AI AI的技术可以让我们的体验 得到极大程度的增强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